逆着光就去散黑暗 丢弃所有的负担 不再孤单 不再孤单 也许世界就这样 我也还在路上 有人能诉说 也许我只能沉默 眼泪是人眼眶 可又不敢懦弱 递着头 几单白酒 接受所有的嘲讽 向着风 拥抱彩虹 我勇敢的向前走 明灯那灯光 灰热过黑暗 打破一切不止我能 就都敢 那它有你这光就去散黑暗 拂起所有的孤单 不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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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视为看盘 视为看盘 来看待一支票的时候 首先想 看盘时装的基本的方法 每支股票 都是背后的主力庄家 它在运作 对吧 我们通过对量价关系的分析 识别股票的位置与强弱 通过量线 刻画出 主力或庄家的轨迹 通过看盘时装 发现隐藏于股票背后的主力 庄家的行为动作 从而实现 跟庄操作 顺势而为 那么很多同学现在发现了 就有个问题 什么叫做顺势而为呢 对吧 是主力定底 顺势而为 我们叫跟着主力 有一个进出的临界点 这个就必须要做到 好 那么首先 量学组合的看盘法 第一个 必须是立体看盘 量价合一的看盘 这是第一 那么既然量价立体看盘 量价合一看盘 这个时候 究竟对比 究竟对比 一定要是向左看 找到水平方向 最近的大阴或左峰 那第一个 就是要找准零界 上行看阴柱的实力 下行看阳柱的实力 那再来就是初胜进出 初胜进出 阳胜进 阴胜出 小背阳 大胆路 接着呢就是 移动政策 比如变态 精准 重复 零号 涨停 跌停 它都是移动 接着就是真假辨证 假阴真阳 及假阳真阴 或 或将假突破 而真假突破 最后就是有一个 在这里呢就是 位置定性 高低的位置 攻防的位置 上升与下降的趋势 最后一招 左证明 右确认 等候确认是灵魂 要叫等候确认呢 才是灵魂 那么这里就是看盘八法 也就叫四维看盘 四维看盘 好 那么 立体看盘的法则 立体看盘法则 最基本的是两种柱 即量柱和价柱 量价合一 量价合一 稍微等一下 这个鼠标有点不听使唤 量价合一看盘 就是看到量柱 就要想到价柱 看到价柱 就要想到量柱 见一几二 量价合一 有些同学你看画图的时候 他只画他什么 只看量柱 只看价柱 而他不看量柱 你看到量柱 就要想到 看到价柱想到量柱 是高量柱 低量柱 还是 T量柱 高低频辈 T缩金 这个时候你都要量价合一 是立体看盘 而不应该是单一的 不应该是单一的 所以以后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是量价合一 好 那么 立体看盘 量价合一 一旦看到量柱 就要想到价柱 一旦看到价柱 就要想到量柱 量柱是有价的 价柱是有量的 量柱是根 价柱是云 切勿像传统理论 我们去捕风捉影 比如 大家看到 A柱 是什么柱 A柱 和B柱 在这个阶段的 看到价柱 那看到价柱 想到量柱 看到价柱 想到量柱 是不是为阶段性的低量柱 并且是小价柱 但它 却起到了 流转 乾坤的作用 大家看它是不是 起到了流转 乾坤的作用 它虽然 三不再高 有仙则零 它是不是 低量柱 小价柱 但是它形成了王牌柱 好 你看 B柱 它也是低量柱 对吧 也是低量柱 低量柱之后 形成王牌柱 好 那么 我们再来看 A B C柱 C柱在什么地方 C柱 它的高位 高位放高量 那么 我们注意看 C柱虽然为涨停板 但是其在高位 而量柱 而却量柱为百日高量柱 大家看它是不是高量 它形成了百日高量 是不是形成了百日高量 百高 那么在这个时候 是不是要看跌 这就叫位置定性 你别看它是一个涨停板 是不是 你不要看它是个涨停板 但是它的位置较高 就应该位置定性 你看到量柱 看到架柱想到量柱 有的说 哎呦 这是我今天又涨停板了 它只看见了这个涨停板的架柱 而它没有看到这个量柱 大家以后 能不能改 那就看到 一定要 立体看盘 量价和一 哎 好不好 你看后面高量一破 它就有灾祸 是不是 你看 跳空音拉拐叫轻 不轻 后面就有灾祸了 哎 这就是一定的 这就叫标准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标准想的 哎呀 说量说量说量怕什么呢 那你想一想 它是不是一直要回到哪里来呢 是不是 在这里还没有止跌 所以一定要记住 就是 在这个ABC 三根亮柱当中的位置定性 好不好 那也就是说 在这里大家看 是不是黄金线上的摆滴 这个 这个是不是黄金线上的摆滴 对吧 而当在这里 它就不是黄金线上的摆滴了 它是摆高 哎 它就是摆高 好不好 啊 这就一定记住啊 后世它就会成为反弹的强压力位 上不去 好吧 哎 这是一定注意的 好 那么究竟对比 究竟对比 就是最重要的对比数 对 那么看来看去看当下 看当下的王牌建构 量价一样 比如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注意啊 立体看板很简单 就是我长到这里来的时候 我究竟对比看 是不是看到这根大音了 哎 就在这里 长到这里的时候 最低个箭头 究竟对比 就是 从右向左看 是不是看见了这根 阴柱的实力 好 那么首先 我在这里看见了 我站稳了阴柱的实力 是不是就二一和实力 对吧 哎 那就看来到了二一和实力 次日零号高K 那就可能要上 好 到了这里的时候 我们向左看 掌平板 向左看 是不是看他的实力和二一位 是不是看这根大音 你向左看 看到你的他的实力和他的二一 你看 这里二一不过我们走不走 二一不过我们先出 那么在这里的究竟对比来看 你看这根掌平板是否形成了王牌和金阶 哎 你看 所以他在这里在场 来 究竟看 十顶化现一条黄金线之后 来了 好 这里来了个贾英真阳 刚好不过最近的大音司令 对吧 哎 好 那贾英真阳次日上涨为强 那当他站稳了这根大音司令 我们看是不是就应该来到了这里 就来到了我们的左峰 因为这是首跌书三一 究竟对比数就来到了最近的水平方向的左峰或大音的实力 那一定要记住 这也是一样 你看 他的水平方向是不是也是大音 他的水平方向也是我们的大音的实力 那么 就记住 所以我在这里的时候 我是要看长的 这个时候看当下的王牌构建 一个跳空 阳圣镜 看到没有 阳圣镜 这个时候是看王牌的构建 看王牌的构建 那么长到这里来 我是要以水平方向最近的这个标准 来看我们的思维 所以战斗发生在最近的地方 一定要注意就近对比 向左看 水平的最近的对象 比如看风 看谷 看量价阴阳 好不好 你讲 有时候同学们画图的时候只看 哎呀 这是你看假云真阳 次上涨为强 在这里 好 他只看这一段 他只看这一段 你看完了这一段 你要知道民间的位置在哪里 来 那我在这里介入了以后 介入以后 我要知道明天打不过走风 这就是就近对比战斗发生在这里 那么我就会在这里采取卖阳 现在明白了吗 你当前是在这里 而站稳了高亮阴的司令 好 我看长 我看长的原因是 因为站稳了就近的大阴 那么 当就近的大阴站稳了之后 我要知道他明天的在哪里 水平方向 作风 这也是就近对比 看来看去 看当下 而我们很多同学 只看这一段 而从来不向左看 所以 他一买就跌 一买就被套 然后被套了怎么办呢 是不是 一定要注意 当下 所有的战斗 都是发生在当前 当下 好吧 好 这是究竟对比 最重要的对比数 那么 他的看盘 视为看盘的法则 就像一个回形针 怎么看呢 你看 他都是从右向左看 比如 你们看这里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从右向左看 看见了什么 从右向左看 就看见了一根大音石岭 看见了一根 从架柱 看到亮柱 也就是从上往下看 就看到的是一根大架柱 看到的是一根高亮音的高亮柱 看到架柱就要想到亮柱 那这只股票后面 无论怎么涨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到这里就上不去了 你想一想 到这个位置是不是上不去了 这个位置就是反弹的强压 那好 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他跌下来 这个时候 跌下来以后 就要从右向左看 看什么 从左向右看 你看 比较亮柱的远近多少 你看 看什么 你看 都是红肥绿兽 是不是小羊 略胜鹰 那说明在什么 他在凹口突然下陷 之后他是在吸仇 对吧 吸仇 这个时候 就会形成 红多绿少 红多绿少 好 那么从下往上看 这个时候 从右向左看了 从左往右看 这个时候 从下往上看 大家看 是不是要比较量价的长短伸缩 你看 这个时候 注意了 这是一个涨停板 对吧 那么涨停满之后 是不是缩量了 然后一缩 他来那个涨停板 是 来 伸缩 对吧 你看 这里也是 对不对 从下往上看 这是个踢亮柱 后面是不是缩量下跌的 来 吸手 踢亮柱之后 缩量下跌 好 这也是一样 那大家说 他有没有出货呀 你看到这里的时候 你看见他有没有出货 他没有出货 所以 一定要 从右向左看 比较量柱的高低阴阳 比如 高 高低 高量柱之后 首跌 是不是缩量 长短柱 要比较高低阴阳 从上往下看 叫比较量价的真假大小 从左往右看 比较量柱的远近多少 从下往上看 比较量价的长短伸输 然后 还要看什么 看王牌 比质量 明白吗 也就是说 刹车换挡加油 是不是 他一气合成 这个时候 我们才来看涨 好 也同理 涨到这里来了 注意 就是 十里 对吧 你看 这个地方 来到这里的时候 再次占我的高量柱的十里 是不是跳空 涨停 而涨停之后 是不是来到了 这里的强压了 反弹强压 站不上去 我们就应该走了 是不是就应该走了 这个票就应该先给他摆摆了 先走人 这类是叫正穿股份 是不是 正穿股份 好 那么 找准凌界 出胜进出 凌界 预判的法则是最精彩的凌界点 第一个 上行找大阴的十里 下行找大阳的十里 第二个 上行找大阴的二一 下行找大阳的二一 第三 回踩找最近的左风 上公找最近的左风 大家想一想 能不能越过最近的左风 都是就近对比 涨也要找最近的左风 回踩也要找最近的左风 那么 凌界点就是我们的进出点 左侧下跌时 凌界点稀少 也就是没有我们的买点 记住了 都是长运短柱 连因下跌 没有我们的凌界点稀少的时候 右侧上涨 相应 凌界点也会稀少 大家说 在这样一想 是不是量学的动态平衡啊 是不是 都是一样的 它是成双成对的 上行大阴十里 站不稳 他就会下来 下来找刹车 就要找大阳的十里 明白了没有 那么 如果站我的大阴的十里 他就要上行找大阴的二一 如果站不稳二一鬼门关 他就下来了 是不是 好 那么 但是记住一句话的意思是 初胜进出的法则 最核心的三句话 阳胜进 阴胜出小被阳大胆弱 记住 这要位置定型 你不要看见这三句话 就随便看到一个阳胜柱 就阳胜进 这个时候 就要吃亏了 所以 那么 上面的三句话 就可以不管指标 不管消息 不管业绩 只看亮度亮线 一不小心 就可以抓到一个涨停板 但是一定记住 是位置定性 好不好 位置定性 好 那么 记住了 就一支票 我们看 被套了 被套了 我们应该怎么办 大家看 找种凝结 首先 上行找阴的实力 下行找阳的实力 对吧 好 我们注意一下 这个时候 是一根什么柱 首先 看到的是 看到我们刚才用学过的知识 看到了架柱 就想到亮柱 是不是一根高亮 好 高亮 高亮柱 常态看跌 从上往下看 你看见是不是长阴短柱 就在往下跌的时候 是不是长阴短柱 它是缩亮的 对吧 那它是不是假跌 好 它是假跌 好 在这里大家看一下 这里有一段 它的王牌有没有抬高 你们仔细注意 就是这一支票 来 就在这一阶段 第一 它是王牌 对吧 而它们后面 此处 有无形成金阶抬高 很明显 没有 没有 就是失败 大家记住这句话 就是我在这里有王牌刹车 而在这里 你看是有个王牌换挡 对不对 是不是有个换挡 但是它的王牌和金阶的组合 有没有组合 你看有没有组合 哎 它王牌和金阶没有形成组合 它就会失败 好 失败了 失败以后 长阴短柱 然后呢 长腿踩到的线 突然打了一个一支板 是不是来 突然来了一个一支板 一支板之后 上行要找什么 你看 你看 这个时候 就来了高亮柱的势力 那 看到这个高亮柱告诉我们是 最近的左锋 它是不是左锋呢 好 它是左锋 左锋不过 它就要撤退 是不是要撤退 你看 这在下跌途中呢 是不是 就 没有好的一个临界点 为什么 王牌有了 有没有金阶呢 我们 这第一课和大家就在这里讲啊 要王牌和金阶的组合 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它 对吧 好 OK了 找到这里来呢 我们来看再看 好 这来到了掌停板的十顶以后 注意了 这里 就来到了一个长阴短柱 急阴次阳 有二一了 但它没涨 接着又是个长阴短柱 急阴次阳 盖全阴 大家说一个锅一个盖十顶 是谁最好 上行找阴柱的十顶 对吧 你看上行找阴的十顶 那肯定是它最好 我要不要介入 要不要介入 那小阳圣晋 这就是要阳圣晋 扣着 阳圣晋呢 好 小备阳大胆路 是不是用在这里啊 来 这就是阳圣晋 小备阳大胆路 一用 零号跳空掌停板过左锋 大家看 它是不是过了左锋呢 这样你的掌停板 威震量过左锋 我们注意一点 这个票要不要关注了 我说 我每做的一支票 几乎都可以告诉大家 都是用掌停板过的走峰之后 二次突破 我都开始做 你们有没有观察到我的这个细节 不管是我自己做的票 还是发的案例 都是用掌停板或被量单枪过了左锋以后 二次再来 那他就会成主身 这样的票值得我们关注 而不是说 我突然抱一个掌停板 凹底淘金 我就 怎么样 怎么样 这次不对的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这里 这是不是形成了过峰保顶 是不是形成了保顶 保顶 那么他来保顶之后 大家看是不是养胜镜 对吧 那么我们记住 大阴大阳三一二一平衡位 从上往下三一围墙 从下往上三一雷落 这个我就不讲了 为什么 我们凡事不过二一的 就不用看 好不好 这个就不用讲 从上往下三一围墙 不过二一 滚门关就不用看 好 那么在这里的 主要和大家讲的 这点的话 找准界 这里 开在我们的二一位 杨胜镜 上行找阴柱的十顶 是不是水平方向这个阴啊 很多同学说 那我这里有个高亮柱 大家说 我是先看他呢 还是先看他 这样我们的究竟 是先看谁 我要先看他 这是保顶成功的动作 杨胜镜 好 杨胜镜以后 我们很多 就是啊 来有个确认的 确认柱 记住啊 就是我们会出一个确认柱 好多 就是这个杨胜镜以后啊 就是说 我们来 确认这个杨胜镜 杨胜镜 最牛的 大家看他第二天 是不是都出跳空了 他第二天是不是都出跳空 或踩柄 这最强的一种 对吧 好 涨了 大家看 这里是不是高亮柱 是高亮柱吧 他是不是又用掌停板过去了 他又用掌停板过了左风 这个时候我们只看最近的左风 是在这里 因为前面我不看 因为他把他都没有干掉 我看前面干嘛呢 他把这里干掉以后 好 又是一个掌停板 板后假音 板后的假音 如果次不涨 应该说量一倍 大家看他有没有说量一倍啊 也就是说量一倍来保顶 保顶成功 零号 说量柱加小倍杨 杨胜镜 是不是叫杨胜镜 杨胜镜 杨胜镜 哎 他是不是又盖过了阴柱的实力 那么 你只要看他前面的动作 他昨日已经盖了阴 今天低开 知道他回踩不破二一位 或这个被量柱的实底 你看 他是不是就OK了 所以好多同学现在就是有一招 这里很简单是个确认柱 而第二天一低开呢 好多同学不看了 有没有这个问题 哎 好多不看了 结果呢 他是低开高走 就再来一个涨停板 是不是 好 你看我们在这一阶段 这里 是什么 过峰 保顶 对吧 对 这里过峰 保顶 是不是过峰保顶 过峰保顶 确认柱 确认柱 好 再来一个涨停板了 涨停板之后再涨停 好 你们看这个地方啊 注意了 临走不过 这是个低开的动作 哎 这是一个低开的动作 低开 不过临走 要不要卖羊 要不要卖羊 那就要卖掉 为什么啊 就是手阴线你先走远 走 走了之后 你不判吧 也不回来 我们刚才和大家说过 大家看这里是不是一座峰啊 这是不是一座峰 他竟然过峰回来再保这个顶 你看 低亮柱的出现 低亮柱了吧 加确认柱 加确认住 阳 盛进 是不是阳盛进 来 一确认阳盛进 涨停 接着第二天高开低走 跑 是不是跑 好 在这里大家记住这一点 这个地方是大阴的实力 二一不过是什么关 二一不过鬼门关 就要走了 是不是 二一不过就鬼门关 从此以后 连大阴的实力都站不稳了 大家说他还会不会长 从此以后 连二他的实力都不能站稳了 这支票他就涨不了了 对吧 他就会下去了 是不是下去了 那就注意 这 就出现了 这是一个 侧延退户退 侧延退户退 他就成为了侧延退户的形式 好 那主要的在这里讲的 阳圣经的临界点 多了吗 你看 阳圣经 上行找阴柱的实力 对吧 上行找阴柱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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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这里我们还有过峰保顶 过峰保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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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侧延退 互 互 退 这个也要记住 啊 就是我们一支票 背套了怎么办 不是说我要把它拿着不动 好 那么我这几个箭头 大家能不能看得懂啊 一 二三四 四个箭头 看不看得懂 看得懂 看得懂 很难看 很难看了 哎 这就是一样的啊 那就说跌了不可怕 可怕的是 我们要知道如何介入 啊 如何介入 临界点 很重要 好不好 就是在这里啊 几个箭头 大家把它搞清楚 好不好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那么 需要 一些人的 一动 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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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摩主力的行为 争动 好 我们和大家说了 就是好比警察抓小偷 警察抓小偷 都是要有一个 异动侦测 首先我们就要发现 这一个小偷 那怎么发现呢 这个小偷伸手 有行为异常 首先他有异常 那他是不是进入了我们 侦探的眼睛 对吧 首先我们要学会有一个 侦探的眼睛 然后采取他的变态 他敢动手 我们就跟踪 他敢伸进荷包 偷出来 我们就勤拿 这就是一个 异动跟装 好吧 有个广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通常常用的 异动侦探 比如说单枪 或领号 为什么单枪是异动呢 那么我们来注意 单枪 它是一个侦察兵的作用 单枪起到了火力侦察 就是主力派出去的侦察兵 大家说它是不是一种异动 你想一想 是不是一种异动 好 那么它在这里的注意 你们看 它还不属于上升的单枪 这种单枪 只是一个侦测一种 千万不要去追杂 以后记住了 简单来说 下跌途中的第一个单枪 逃跑 就逃跑 就适应 就是在 它在这个下跌途中 它没有在上升途中 这个单枪 有了 你逃跑 就适应 怎么跑 这就是下跌途中 跑 好 但是它是一个异动 我们叫学会 把它收集起来 那么量学 异动侦测学 量度的伸缩 架度的起伏 盘动的突然拉伸 都是异动 异动侦测量价飞气 采用跟装的弹术 如零号高开 为最明显 最常用的 异动侦测法 但需结合 日向基因 正反三维 定多空 动态结合 好 那这是第一个单枪 高量 是不是高量 刚才和大家说过 看到架柱 就应该想到量柱 这里形成的高量柱 那么 手跌 是它低开低走 可能有大跌 大家看 它是不是使用了 长阴短柱沙跌 很简单一条 手跌 你一定要观察 它一定要使用 长阴短柱沙跌 好 现在它在这里来了以后 是不是无底的 长阴短柱 你们看这一段 打到这里来 已经破了它的线 是不是无底了 无底的长阴短柱 一定要记住 首先 赤阳跟庄 第二点 就是要王牌构建 好 我们刚才和大家说过 下跌到这一段来说 是不是低量柱了 低量柱 低量柱 零号跳空 零号 是不是个异动 无王牌 看跳空 是不是个异动 出了一个赤阳 这个赤阳过了二一位 是不是跟庄的第一个位置 就是赤阳过二一 折击来参战 这就可以来参战 是我们跟庄的第一个位置 三一舱 明白了吗 这个位置 舱位不要多 来个三一舱就够了 三一 上行找阴柱的石岭 我们刚才和大家讲过 上行找阴柱的石岭是零号跳空的 是不是再加三一舱 加着加着就是三二舱了 对吧 好 注意了 那么到这里来 一二三 是不是两个元帅出现了 是不是二元年度 注意啊 是不是二元年度 一元帅 杨元帅 和立将军住 那么上行过阻风遇阻 是不是要回落一下 来 上行遇阻风遇阻 是不是要回来一下 好 回来以后 这是不是一条金阶 是不是我们那条攻坊线 有赤阳 有王牌 有敌有王 有金阶 是不是有金阶了 好 那在这里大家注意 这里是不是来了一个零号的小背阳 过调走风 是不是过调走风了 零号 要不要异动一下 大家说他有没有异动 有没有异动 有异动 有异动吧 那这里就是一定要记住 来 亮柱的伸缩 伸 亮柱的伸 是不是异动 亮柱成了小背阳 零号 跳空 是异动 那他如何确认站稳呢 我们看这一段 王牌构建有了 那只有确认站稳的这根高亮柱的事情 你看 再回踩不破 那低开高走 确认柱 再来一个单枪 是不是架柱又形成了一个伸缩啊 亮柱 是不是又来那个伸 对吧 然后盘中的突然拉伸 拉成恐 是不是异动 这个是盘中拉伸 都是异动 对吧 好 异动之后 怎么办 倍量单枪 加零号 单枪加零号 是什么组合 单枪加零号 最强组合 那就说这一天呢 我们在盘中发现 他在一统天下冒头 他打出了单枪 我们要不要收集起来 我们就要把它收集起来 当他是已经突破了左侧的什么柱 高亮柱 左锋 是不是 然后他们两个一对比 是不是拷口平衡 拷口平亮柱 爆发猛如虎 所以我们在这里和大家讲到的这几点 你们看一下 是不是就应该 视为看盘 当这支票涨到这里来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就近对比 我们就近对比说 看来看去看当下 高亮柱没有站稳 它叫跌 站稳高亮顶 大家说 涨不涨 站稳的高亮顶 它叫涨 然后用异动侦测 勤拿之 因为异动侦测把它勤拿住 这就是单枪加领靠 单枪加领靠 好 这是第一种 那么真假辨证 未知定性 真假辨证的法则 最狡猾的是阴阳柱 假阳真阴 务必小心 假阴真阳 千流待涨 那么确定的原则是 均价定性 金收高于拙收 就是金日的收盘价 高于拙日的收盘价 一般看均线 假阳定性之二 轮陷低于临轴 为假阳 这很简单的 好不好 那今天的大谈和大家解释了 看懂了没有 就是 这个稍后再讲 好不好 那么 未知定性的法则 未知决定性质 缩图看似 放图查住 缩量涨停 创新高 放量回落 必须逃 缩量涨停 创新高 放量回落 我们必须逃 那刚才和大家讲过 这是一支股票的 股票的运行的一个周期图 首先 这是不是 奥迪刹车 箭头柱是这个 奥迪刹车 那么刹车之后 它有部弓 弓是最近的阻风 预阻 它就会下来 手 手要比奥迪 刹车要高 形成换挡 换挡之后 就要过阻风 过掉阻风 就会形成一个冲 冲之后 它会防守 这个二一位 手 手完之后 冲 过阻风 那么记住了 在这波冲的过程当中 可能 来保这个顶 保了以后 就会形成一个掩护 来 侧远 退 一旦把这里的走风给跌破了 大家说 它是不是就 退下去了 就会 侧远 退 互 退 就会一定下去 所以 攻防的位置 一定决定我们的性质 这里就是简单的一幅图 大家要把它记清楚 好 那么看一下 甲阳真音 看一下甲阳真音 位置的不同 性质的不同 同样的甲阳真音 低位 它可以扭转乾坤 高位的 就要注意 务必当心 你们看一下 这里是阳圣进 有没有错啊 刚才和大家讲过啊 我们把这个课程的 就是完全地要综合下来 刚才和大家讲 阳圣进 有没有阳圣 阳圣进 小背阳 大胆路 对不对啊 你们看 对不对 好 然后往上去 往上去 它是一个人高亮柱 对不对 是不是高亮 看到架柱 想到亮柱 那高亮顶 就叫什么 是它的桥面 破桥应该干什么 破桥了应该干什么 破桥出清 石岭不能站稳 它就不能攻 所以要破桥出清 那一出会不会跌停板呢 它就不会跌停板 好 不会跌停板 我们就注意 它在这里是不是来了一个跳空音 未破底 跳空音的底 是不是这里 底 找到了凹底 凹底的踏平衡 大家看 刚才的二幅图 这是一个攻 对吧 下来 明白这个意思吗 下来以后 那 这里再产生一波 过风 下来再防守 再冲 就是刚才这幅图 好 我们现在不讲 先把这个的细节和大家讲一下 假扬 假扬在高位还是在低位 大家说 他是在高位还是在低位 首先他在低位流转乾坤 确认住 次日就被确认 确认成了真阳 那他就起到了流转乾坤的作用 对吧 所以跳空音未破底 高位人线不撤离 不要喊口号 关键在于底的研判 必须日向是有底的 比如说真底 比如说王牌 比如说金阶 比如说左锋 大阴大阳 这一定要注意 不要光听我天天喊口号 反正跳空音 未破底高的人线不撤离 我就不走 这就不对的 好 那么来到这里以后 注意 这里 大家看 他是低开高走 低开高走是其主要特征 没有踩到位 大家看 他虽然说日向是阳 全天运行在临轴之下 大家看他的灵线跟不跟 灵线跟不跟 全天运行在临轴之下运行 灵线不跟 属于假阳正阴 而他在什么位置 他在什么位置 他在高位 这个时候要不要防啊 那他就要防了 一定要防 你看 次人就是个大爹 第二天就是个大爹 看到没有 第二天就是个大爷 大爹 所以一定要记住 假阳呢 我们以前在书上 大家说 这个假阳肯定没有听过的 这个假阳不能够做王牌 是不是 那么我们到集训班以后 大家就记住 他可以做王牌 假阳也是阳 他可以做王牌 但是需要定性 你需要把这个性呢 定成确认 等候确认是灵魂 如果你不定性的话 不行 所以在这里 第一位是扭转乾坤 高位 务必当心 能够记得出吗 这就是假阳之阴的定性 好吧 好 那么再来看 那么 假阴真阳 假阴位置和性质的对应关系 第一个 底部或出风比较稳 有利于洗盘后的上弓 第二 腰部或刺风比较顺 有利于连续性的上弓 第三 顶部或山峰的比较弦 有利于阶段性的出货 第四 习惯和规律比较实 有利于规律性的参与 好 我们看这个 首先来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个左风 你只找到 这是不是最近的左风 好 如果在这个位置出了假阴 怎么办 你只要找到 底部或出风 出风 是风 你找到左风 好 你们看 这是一个假阳吧 奥底的假阳之后 形成了三日定性 是不是王牌 假阳三日定性是王牌 黄金线上阳盖音 对吧 OK 涨了 说量度加小肥羊 一字板 是不是一字板 好 大家注意 这是不是过风了 过风没有 是不是我们刚才和大家讲的出风 底部和出风比较稳 有利于洗盘后上弓 好 过风了 板后假阴 是板后假阴吧 过风阶段性的假阴 过风的第一个假阴 稍作调整 大家看 稍作调整 养胜筋 是不是养胜 是养胜吧 被养胜筋 好 假阴之阳过出风 千流带掌 这句话 要用在底部和出风比较稳 有利于洗盘后的上弓 那么第二 腰部和出风比较顺 这是什么腰部 你看 板后 假阴 第二个假阴 比第一个假阴 更可靠 腰部和出风比较顺 有利于连续性的上弓 假阴 真阳 千流带掌 明白这个位置没有 这是腰部 那么顶部 和三风比较旋 有利于阶段性的出货 来 斑后 假阴 千流带掌 也是千流 第二天 低开低走 有大跌 明白了吗 所以第四个 要注意习惯和规律 比较实 来 假阴第一个 对吧 假阴第二个 假阴第三个 这是不是他的规律和习惯 这是他的规律和习惯 那么位置不同 性质不同 所以 这是第一个出风 板扣假阴过出风 过次风 比较顺 比较稳 过腰部 比较顺 顶部 比较旋 这就是位置定性 好 那么 再下来看 这些票 都不用看了 大家看 在这一段 无王牌 不炒股 快乐赚钱 荷包股 假阳 真阴 务必当心 对吧 好 你看 在这里只是出现了一个超跌 反抽 是不是个超跌 然后再来了一个什么 板后有一个板后的假阴 主要目标 是不是这根大阴的二一位 你们自己发现 就是这根大阴的二一位 对吧 当我们呢 就是这个票 来用我们的攻守 你看 这个地方破了吗 来 側 側 退 护 退 明白这幅图没有 来 这里是側 眼 退 护 退 那么 我们很清楚 那这都是学员呢 我们在这里告诉大家 上 不能说上 我们在这里告诉大家 板后假阴 签六代掌 发案例 大家看 是不是案例 上 板后假阴上 对吧 这里的 出 在这个涨停板 我就提醒大家要出货 而 他不出 被掏 跳呼音不出 一直被掏 在这里死拉 被掏 在这里涨停板 在这里还是不出 被掏 接着呢 你们看 是不是成了 侧眼退呼的节奏 把这个实底一穿 就完蛋 你看 这个实底一穿 就完蛋 是的 所以一定要接住 好 那么板后 假阴的位置和性质 有没有搞懂 第一个是底部和出风 第二个是腰部和刺风 第三是顶部和刺风 这里是比较悬的 比较稳 比较顺 比较悬 我们就一定要注意 我们是要找底部的 还是找顶部的 假阴之阳 牵流带掌 我们要找底部和腰部 不要去找顶部 顶部 你小心它 阶段性的出货 小心它阶段性 它要出货了 好不好 好 那么再来看 真假突破 真假突破 好 这是什么柱 我们刚才和大家讲过 这一段上涨当中呢 它是高开低走的假阴阵阳 高开低走属于主力被动撤退 那么它是不是左风呢 我们看 是不是左风 好 你们看这里有没有突破 有同学就来了 有同学说 你看 板后嘛 领后 高开在大阴时领 我叫买 输不值 还有一个真假 什么叫真呢 什么叫假呢 有的买了 涨了 有的卖了 买了 跌了 好 识别真假突破 记住一条 过不是过 比如 我的这一天过去了 我就要确认才是过 回踩不破 或次日再跳空 大家说 我是不是确认 我就这个确认 这只是过吗 没有过 它并且形成了分时到三维的构建 正反三维更多空 它是到三维 反向做空 正向做多 对吧 到三维 能不能买 到三维不能买 好下来了 你们看到这一阶段 他在这里就比他要强 来 来了什么 杨胜进 杨胜进了没有 杨胜进 好 杨胜进 小贝杨大胆路 你看 来了 涨 有没有 最近的水平方向的大英势力 有没有在问 没有 你看第二天低开低走 好下来了 再上攻一个 左锋 玉主下来了 好 下来以后再上攻 你们看再上攻 往这里来 注意 单枪试探 回踩确认 单枪试探 回踩确认 回踩确认上 这里回踩不破 最后呢 你们看 是不是假突破 形成了一个假突破的动作 那这里一出现低开低走 或跳空音 是不是左锋失败 是不是 左锋失败了 你就要注意 开盘定势 左锋失败 那么我当在这里 比如说 你看我在这里的时候 我是一定会是 高开 道上围 而我们很多同学 到现在 我都没真的 你们真的 那我说句话 一个正三围 一个道三围 你们真的分不清楚吗 其实分得清楚 关键在于 新佛七招 他认为 都是用了一招 我认为 你看 我认为这里是个 架板量 说的涨停板 变血要过左锋了 这里出了零号 肯定是个祖身 我找盘九点二十五分 我叫挂涨停板 一买 买完了之后 成了道三围之后 他也后悔了 其实他分得清楚 关键在于 等一分钟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他其实买完了之后 他也后悔了 是不是 但是 你为什么不等一等呢 好多同学都是 生怕买不到 一只股票你可以不买 不买就不会被套 是不是 不买就不会被套 但是一买 对不起 被套了 被套了后来怎么办呢 他就会指责 心情不好 心态变坏 你不买这只票 你还可以去找另外一只票 符合你还可以干 只要有钱 没有买不到的股票 是不是 所以我希望大家学好 这个以后 就一定记住 真假辩证 未知定性 真假突破 这就是个假突破的动作 你不要认为前面在这里 前面在这里 打凌枪侦察兵 你看他后面是不是在示弱 这个音就告诉了我们 他已经弱了 大家看 他在前面走得很强 但这一天是不是已经出现了量性走路 你还不用等他这个跳舞空间拉拐轻了 他已经是逐低走弱了 那就要注意 你还要看他是不是假扬真音 对吧 假扬真音第二天就辩证向下 这个时候就要第一时间出清 好不好 好 这是一个 那么 等候确认 左证明 右确认 等候确认是灵魂 第一个 过凹尖峰 记住 手过凹峰 其后往往有回踩的动作 不破峰线可介入 第二 过峰谷线 顶底逐步抬高 折击介入 顶底从何为一 可能进入主生 第三 直上直下的 回落时不见凹口不介入 拉伸中 不过凹口不介入 记住了吗 不过凹口不介入 第四 凹口淘金 出现强壮阳线 可折击介入 否则将在凹口平衡线一阻 所以我们一定要是站稳凹口平衡线 凹口的右侧 一定要出现一个强壮的阳线 可以折击介入 否则将在凹口平衡线一阻 第五个 凹底淘金 在凹底形成王牌后 过左锋或阳盖音 就是确认 可以折击介入 第六 现场直别 突破大鹰的使领 首次介入 三一仓 二次介入 三一仓 或等待二次确认 第七个 精准踩线 那么回踩精准 只是前奏 一旦抬头 才是伏击的时机 第八 长腿踩线 长鹰加长腿 刺了过鹰半 即可以确认 可以折击介入 第九 急阴刺阳 缩量过阴半 或放量阳盖阴 十二字令 可以介入 第九 第十 高量使领 康量过高量的使领 可确认 进入下一个波段 可以折击介入 这是十个战法 十个介入 大家 我们自己就把它总结好 总结好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确认的方式 第一 强势的突破之后 四任零号确认 第二 回踩不破 杨盖英 形成合力上功 形成合力上功 我们来看这一段 一个 一个 金阶 也就是说 一个王牌 后面三日确认了 是不是一个金阶了 你们看 金阶一个 这里呢 注意了 杨盖英 是不是金阶二个 两个 好 这里再来一个 是不是金阶三个 真底抬高 真底抬高 等于金阶抬高 好 在这里第四个 大约是零 对吧 好 那问题来了 那么 在这里 构解一二三四 然后再在这里 来了一个五 我问 我们的左锋 是不是他呢 是不是他们呢 最近的左锋 是在这里 对吧 好 上功呢 左锋是在这里 首先上功的左锋 是在这里 那么回踩的左锋 是不是找最近的左下锋 注意啊 上功找左侧最近的左上锋 回踩找左侧最近的左下锋 是不是回踩不破 零号腾空 这是讲到的战法里面 搞清楚明白没有 哎 上功找左侧的左锋 回踩找最近的左锋 回踩确认 集结录 来 背量过左锋 掌停 集千锋 好 这是第一个啊 那就是上功找左侧 最近的左上锋 回踩找左侧 最近的左下锋 那么锋 下面 一定要有王牌 立即 金阶 抬高 这是第一个 好 再来看 哎 左下锋 左之名又认为双重确认 双重平衡 来 双重的就是他平衡的 但这一只股票 也就是 这是假银吧 找到左侧有假银 增扬的量柱 有得收集 无得放弃 再来 然后找到 长银短柱下跌 没有一根阳柱 超过阴柱的 也就是说 长银短柱下跌 谷底啊 没有出货的迹象 接着找到 奥迪刹车 你们看 刹车没有 换挡没有 加油没有 一二三 是不是刹那 是不是刹那 那当我们涨到这里来的时候 水平方向的大阴 是不是在这里啊 水平方向的大阴 是不是在这里啊 我们就应该出了 一二三四 打不打结啊 一二三四 打不打结 那他就要打结 他涨不上去就要打 长银短柱 左侧有底 那那有底是什么底 是前面的黄金元帅的底 是我们这里的金阶 一二三 好 打到这里来 首先 是不是找到了他人的平衡 就是借助了他人的力量 这个力量怎么借助的呢 就比如说 你看我现在讲课 我都讲不动了 为什么呢 这个手啊 就是拿着 悬着 很累 是不是 我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那个手啊 撑在那个桌子上面 大家看 这个桌子上面呢 是不是我的一个称例啊 我就借助了 这个桌子的力量 我要自己的站起来 明白没有 这就是他人的力量 我要达到自己的平衡 这个平衡怎么平呢 黄金线上出百低 大家说 低量柱 代表着底线与底气的温度计 这个平衡是不是暂时找到了 黄金线上出百低 也就是平衡找到了 但是有没有站起来呢 要达到自己的站起来的 自平衡的构建 那叫阳胜镜 这个假阳有没有得到确认 这个百低有没有经过零号的确认 对吧 好 经过确认 过了二一位 好 王牌剑一二三 远帅一二三 是什么 那么他既有了次阳 有百低平衡 有他平衡 有次阳的平衡 有王牌的构建 大家说他有没有自平衡了 有没有自平衡了 那他就借助了自己的力量 你看到没有 达到了平衡 来 借助他人的力量 这就叫双重的 也就是双重的平衡 一注一线 快乐赚钱 张庭板 一个板 两个板 第三个板不封 走走 第三个板不封 走 你们看这个票 为什么会 叫大家要找到假云真仰呢 是因为他高开低走主力被动撤退 然后长延短住手跌说一倍 他是假跌 明白吗 假跌必有增长 那么增长就一定形成三级飞跃 你们看 一二三 打结 打到三 构建他平衡 致平衡 百日低量 杨胜 杨 次杨 盖因 一注一线 黄牌形成 他是不是就飞了 打结之后 还涨得更高 好 这是一个左阵明右确认的双重平衡 好 接着再来看 我们看 分析左侧的构建 识别阻力的强弱 我们来想一想 思考 第一 该股强不强 看左侧 强不强 那么怎么分析呢 首先他有涨停板 是非常强悍的一个庄家 那么第二 下跌 是否使用了长年短注 说三一 是不是使用了长年短注 说三一 是不是消化筹码 使用长年短注 使用的是长年短注 对吧 好 第三 反弹 他的哪里会遇阻 我们注意 他的哪里会遇阻 我们看 那这里的筹码 是不是搬移了 诶 这里的筹码 是不是被搬移了 对吧 那么这里的筹码 也搬移了 那么好 奥迪刹车换挡 加油 你们看 他在这里就有 刹车注 换挡注 掌停板 加油 那么我们想一想 就是这个位置 你们想 是不是差不多 就在这里 诶 是不是差不多 就在这里 就是越主的 差不多 是不是在 就在这个地方 是手跌的地方 对吧 诶 你看 刹车换挡 加油 诶 所以一定要找到 奥迪刹车换挡 加油 你看 他的这一段 凹口都被消化过 大家说 这一段 是不是压力位 你们想 就一只股票 你不要看见 这里所有大英 诶 他一旦起步了 你们想 这里他不是压力位 诶 为什么 被消化过 诶 这里 你看 被消化过 是不是 那么 唯一的 就在这一段 啊 唯一就在这一段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 这 刚才和大家讲过 这里被消化过 是不是 好 这是 刹车换挡 掌停板 加油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就在这一段的时候 注意啊 这里是不是凹口啊 这个是凹口啊 凹口下跌 那也就是 在他的大英的石岭 是没有过去啊 大英的石岭 有没有过去 好 他被消化过 消化过以后 注意 这一段下跌的途中 他的量柱 有没有说三一 或说一倍 我们刚才说 他会反弹到这里 大家说对吧 我们刚才都说 他会反弹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对的 哎 好 他的量柱 几乎是平量 他没有说量 说量不足 反弹难上 大家记住这一点 能不能清楚 说量不足 反弹难上 那么就在这一段 就会是他的强压 哎 你们看 在这里 是不是阴盖阳 哎 是不是阴盖阳 这一段继续是阴盖阳 那这一段肯定上不去 是不是上不去 上不去 所以他后面 在此局间反弹的压力位 就应该是这一个阴 说量不足 反弹难上 所以任何时候 大家要学会思考 不要说 哎呀 我说哎呀 手跌 就在这里 他能到这里来吗 不能 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好 那么我们就来看啊 第一 长银短柱 缩量下跌 阻力良好 强势 控盘强好 第二 左侧掌平板多 拉伸手法强悍 第三 首跌缩量的程度 决定后市反弹的高度 第四 下跌途中 达到百分之三十或五十 一般下跌到位 你们看 在这波下跌途中 杀了多少 将近有百分之三十到五十了 一般下跌到位 好 第五 底部的建构形成 刹车换挡 掌平板起步 反弹的空间 就是第一个走峰 记住了吗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 他说是 就是看来看去 看当下是 他是不是我们在这一阶段的 第一是凹口 第二 他在这里是左峰 明白没有 你看看 这是大阴 水平方向的什么 水平方向的大阴四顶 他反弹到这里来了 好 那我们就刚才 用我们刚才教过的一个知识 什么知识 把这个讲完之后 用假阴之阳 刹车换挡 这个是板后甲音 是不是带底部 是带底部比较稳 有利于上弓 对吧 这个板后甲音 是不是带顶部 比较悬 来 一二三四五个掌平板 在这里来假音 它是不是比较悬 这就叫比较悬 那么往这里来 你们看 就是水平方向的大阴十顶 这就是我们的左风 第一目标位 是不是到了 大家说 它的第一目标位 是不是到了 也就是我们的第一目标位 已经到了 你看 为什么在这里 有参与反包的同学 现在明白 是不是错误了 在这里参与 这个反包的同学 是不是错误了 它有利于出货 就是顶部比较悬 有利于它出货 来 你看 说量不足 反弹 揽上 以后不要别人说什么就什么 要学会自己分析 好不好 这里是被消化过 你看 我刚才和说 它被消化过 在大阴的使领 而它在这一段下跌以后 是不是 就到这里了 那后面 至于它再反 超跌反弹 再折击参与 好不好 好 这个要记住 就是识别阻力的强弱 那么再来看一下 缩图看似 看盘时装第一步 缩图看似 看股票所处的位置 选择实用的战法 飞起左侧的下跌 以及视为的情况 看阻力所在位置 及阻力强弱 装性 首先 在这里下跌途中 你们看 阻力使用的是什么 阻力使用的是 长银短柱 是低量 长银短柱低量 然后拉伸使用的是 背量 下跌又是长银短柱 对吧 好 这里来了一个施工 你看 来了低量群之后 涨平板施工 施工以后再来打 打完以后 我们注意了 这个地方下来以后 就是面临了我们这一段 筹码的一个立即区 那么和大家讲过高位的假银应该怎么样 高位的假银应就要防止它出货 就叫比较悬 你看第二天反包就是要自救 赶快跑 好下跌了 下跌以后注意 这个票下跌有没有30%到50% 就是这个票 当它的左边的涨停满拉伸比较好 这里是阻力被动撤退可能有自救 阻力是被动撤退 它虽然是出货 但是它是阶段性的出货 那么回到这里来 是不是跌到了50%左右 跌到了50% 好 那么下跌处于凹底的位置 它平衡有了 现在要自平衡 对不对 它平衡有了 要不要自平衡 好 我们看它的自平衡 来 那说看装实装第二步 放图查住 究竟对比 看当下的王牌构建 确定阶段的目标位 上行的空间等 运用看盘办法 分析量价关系 灵活运用跟装的战术 刚才和大家讲 它下跌到这里来 有没有50% 有了吧 这里有了它平衡 对吧 好 这里有了什么 有王牌了 有没有自平衡了 有自平衡 单枪小霸 往脚下有根基 是不是啊 脚下有根基 来了个被量单枪 被量单枪加零号 被量单枪加零号 最强组合 好 板 板 单枪 好 你们看 它是不是就到这里来了 运用看盘办法 究竟对比的原则 是不是在这里啊 八音 是不是大音啊 好 那么我们看 这里的是它凹口下跌的 最凶狠的那根大音 是不是 是不是 好 这是它的实底位 过了吧 实底过了 那么就是它的二一和实底 过 踢量柱是谋宫临谋桃的温度计 你们看 这里是不是一组踢量柱 一组踢量 那么 说三一 说三一的下跌 是不是 说了二一 说三一 说三一 顶说了二一 回踩大音的二一位 零号跳空 掌停板 假音 好 我们刚才又和大家说过 这样的板后甲音 就要注意 位置定性 它是不是来到了长音短柱 说三一 它的数量并不足 只说了三一位 这个时候 是不是很危险呢 那问 刚才问大家的 这个阻力 在这里高开地走阻力 被动撤退 那虽然这里有反鲍 它是阶段性的出货 阻力自救 目标位 是不是差不多了 是不是差不多了 所以找到 它有假音的地方 下面一定要追逐 刹车换党加油 它就会回到 这个阶段形态的 背套的地方 阻力也要自救 阻力也要自救 你看 OK 你看它 第二天就来那个跌厅板 实在是 上不去了 好 这个一定要记住 确定阶段的目标位 上行的空间 运用看盘 发法 运用看盘 发法 好不好 好 那量学看盘 是组合看盘 需根据看盘 发法 看盘 发法 综合演判 互相关联 互相补充 看盘 实装 需要全分位 对股票进行分析 切不可单一判断 看盘 不是看 而是判 而是判 通过量价的分析 研判 组立意图 采用根装的战术 看到 看见 看清 看懂 看透 看远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和大家 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